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熟悉的老朋友Amanda 刚刚你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时钟 今天是民国111年11月11号 11点11分 总共有13个1 这13个1是千年难得领域的一个好日子 那我今天看了一下 发觉13个1的这个好日子呢 今天很适合吧 开运求财 也很适合什么 多喝一点水 所以待会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楼上呢 有精致的一个餐点 也有水 所以呢 大家多喝一点水 可以呢 创造一些好业绩 开运求财 好 那可言归正传了 1111这个4个1呢 除了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双11这个日子之外呢 其实1111也是一个天使数字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星期点星机会这样的意义 所以呢 在这么特别的日子呢 我们很开心跟所有的媒体好朋友 跟我们的经销商好朋友呢 一起度过 那我们呢 也想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 跟大家一起攜手 然后呢 我们来发挥我们一点少小的一个影响力 带给台湾的整个环境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一些更好的一个改变跟影响 那所以呢 我们把今天这个1111这个日子呢 定为我们光阳的环境友好日 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实际的行动呢 来带给我们未来有更美好的一个生活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所以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迎接光阳的环境友好日 那我们也来一起看看 到底这个环境友好日 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东西 请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从今天环境友好日的开始呢 那我们带给大家环境友好车 从今天正式开始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在10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在台中呢 发挥了一些 针对新旧车主推出的这些 不同的一个优惠方案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来全面感谢 我们的IONX的车主 那今天呢也邀请这些媒体朋友呢 跟我们也一起同步开始拥抱女人 那延续我们整个全面感谢的一个概念呢 接下来呢 就会有两位荒芳的长官呢 带给我们满满的谢意的一些方案 那请跟着我们一起期待 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现场所有嘉宾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我是关良盈国内理业务经理谢志华 今天 正如刚刚主持人 向大家介绍的 111年11月11日 环境友好日 Kickle一直期许自己 善尽社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带给这个世界更美好的未来 Kickle 光阳机车 陪伴台湾人近60年 10区提供消费者最便利的交通生活 提供邮电不同人员的齐全车款 是拥有台湾 车主最多的二轮机车领导品牌 从2000年到2022年 我们总共收出了615万3064台 从光阳做起 广邀消费者以及现有车主 一起来响应 一起来友好台湾的环境 接下来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2022年的机车市场资讯 在2022年整个台湾机车市场 蓝油机车加电动机车的总市场台数呢 是617,570台 这其中蓝油机车的部分 是546,032台 占了88% 那在电动机车的部分 是71538台 那占了12% 在整个蓝油车市场 1577的市场规模呢 它达到了34万台 这其中 以光阳我们的GP125 销售量 35,066台为最多 Lite125 9,651台 光阳为全面感谢消费者对我们的肯定 特别针对国内的市场 特别针对国内的市场 来推出 Kinco环境友好车 用车优惠 以及现有的车主的优惠换行 两大优惠方案 首先 为各位来推荐的是大家的好朋友 GP125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这部车子 今年已经销售了超过3万5千卡 那这GP125是通过国家认证的新环保机车 它拥有喷射系统的燃烧效率高 废弃排放更少 对环境更友善的特点 所以它是市场国民车累计的销售霸主 它具有稳定使用卖超的特性 所以它也能够成为长青不败的超热门车款 那光阳我们也把它定位为 售价售价最优惠的环保机车 来轻易的让所有台湾的消费者 可以轻易来为台湾的环保寄一份心力 那机车 那在GP125的消费者 它最喜欢的特色呢 有省力助脚架 另外 这一次有特别复合 欧盟Rich法规的无毒塑料材质 那当然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就是 它的超大支付空间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这一次环境友好车 我们GP125 海线油理专案 我们提供更优惠的价格 从11月11号 也就是今天开始 到12月31号 太旧最低价 42,200元 接下来 继续为各位来推荐第二款 时尚文艺经典车款 迈克125 那迈克125的话 它是整个欧风经典时尚车的 累计销售冠军 那在今年 我们在迈克的部分呢 我们有搭配了全新的Green Power 环保新引擎 新引擎 新引擎的话是光牙最新的 将燃烧与传动系统全面升级的最新节能引擎 兼顾了节能油耗以及排气环保 它透过高运流燃烧 让整体的燃烧效率大幅提升 兼顾节能油耗以及排气 让Green Power的引擎对环境更加友好 那除了搭配了全新的Green Power引擎之外 在迈克我们请听台湾消费者的声音 这次在今年度的新款 我们新制了开放式的前置木箱 那以及自动弹起的加油杆 那另外自动开启坐垫 以及One Pool的一秒躺开后坐踏板 这个我想都是让迈克可以让市场消费者 深爱的原因 那这一次的话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在环境有好车 有你真 海界有你 迈克我们提供 一万九千元的太旧最高优惠 那整个优惠期间呢 一样是从 11月11号到12月30号 环境有好车 光阳为了全面感谢 消费者对我们的喜爱 即日起 我们在这边希望到年底 有供车需要的消费者 可以到我们的全省各地门市 来选供 一起来对环境有好 然后使下更美好的未来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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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今天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老板你好 我有收到排气检验的通知 待会我今天想来验车 好 那从事交给我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我想请问一下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啊 大概 对 全台光阳原厂验车的话呢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停车了 五分钟就 就好了这么快 是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没有说到通知呆的话 那我应该什么时间来验车会比较合适啊 验车的期限的话呢 就是您行车执照发行的月份 而前一个月至四月月底之间 都可以进行验车 像一个爱车啊 如果您行车发行的月份是在十月 意思就是您九月一日至十月底之间 都可以进行验车 不然哦 可能会罚款两千元哦 哦 两千元哦 嗯 哇两千元很多耶 不过你放心啦 现在我们所有客户呢 都会收到检验通知提醒 就在时间之内记得来就可以了 那我了解了 诶 可是老板啊 到底为什么需要定期检验机车的排气啊 你看哦 现在全台湾路上机车那么多 这样的定期检验呢 有助于二指那些高不燃的车辆 在路上继续行驶 哦 可以提升空气停止 顺便 为地球记一点小小的心力啊 那好险我有说到你们简讯通知 而且我的机车啊都有定期保养 排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对啊 机车就是要定期保养 有定期做这些清洁保养的话呢 这些排气检验很好 都不用担心 是 那我现在可以先来把明天车咯 好 海冰光流 车排系统别失踪 警车中 合格 OK 那看来一切都没问题 您跟他一车蛮健康的咯 谢谢老板 那老板我想请问一下 那怎么样的车才算是不合格的啊 不合格的话 对啊 不合格的话就是你的一氧化碳啊 二氧化碳 和氢化物 这三项指标呢 只要有任何一项钞标 那就是不合格 哦 如果你大概升级一年不合格 就需要在一个月之内 寻找店家 进行需要工费的清洁保养啊 或是维修调教 并再次检验合格 不过啊 我们现在的检验费用 都是由環保署 空心软房之类进行补助 所以哦 定期检验会比较省钱啊 哦 了解 那看来定期做免费的排气检验 会比较省钱的耶 对啊 而且我们TINKO公娘机车 在全台湾有最多的排气定点站 是 我们深入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每一个社区 对机车族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 了解 你只要记得 新车满五年之后 每年一次的定期检验 目前对环境友好 对你我也好哦 我了解了 谢谢老板哦 嗯 好 不客气哦 那你等一下啊 路上小心耶 好啊 收收解军通知 接着再回来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KIMCO KIMCO白心友好车 光燃友好车 在 透过刚刚的行动剧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环保议题在集成 这个空屋是一般消费者他比较关心的 那据环保署在2021年的统计数字 整个台湾英检数量是960万台 可是呢 为道检的数量高达226万台 光阳在台湾拥有1242个机车排气定件站 是台湾市场上数量最多 占比最高的机车品牌 深入大小社区 是可以让车主非常方便救人找到排气定件站的 所以身为台湾首区一指的机车品牌 我们择无庞大 吸手光阳的全体通路 一起来友好台湾的环境 所以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环境友好车 除了后车优惠之外 从11月16号开始到年底 我们针对现有的车主 优惠换新服务 那整个优惠换新 这边的优惠专案 有三个大项 第一个就是定期驗车 好骑又环保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我们拥有全国最多的机车定件站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我们正式的定期还验检测 我们是不分厂牌 所有车主 只要收到环保局的验车通知 来到我们的机车定件站 验车完成 我们就会送给消费者这边一个环保好礼 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 来电保养零件最省最环保 这一次呢我们针对我们官僚的现有车主呢 我们设定了空气沥吸器以及火星塞 在空气沥吸器的部分呢 它并且更新可以在进气的部分做更稳定和充分 然后在整个油气的均匀混合 让整个排气能静节更清新 那在火星塞的部分的话 高压在经过高压高效能的散烂之后呢 让汽油可以完全燃烧无污染 所以在活动期间 只要消费者到我们官僚的门市 进行空气沥吸器以及火星塞的更换 我们就给消费者这边呢 原厂零件六者的优惠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在清洁保养做防防 这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空气航空法 以及节流法 还有汽油喷水的清洁保养工作 为什么要做这三个工作呢 在空气航空法的话 我们做定期的清洁 它可以让你的态速更稳定 节省油 那节流法的部分 它可以让你的汽油更畅通 效能更提升 那在汽油喷水的清洗这一部分的话 会让汽油的雾化 达到最佳的比例 然后也可以达到完全燃烧的效果 所以消费者只要从11月16号 到今年年底 到我们的光阳门市通路呢 来做空气庞空法 节流法 汽油喷水的清洗保养 我们就给工资85折的优惠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内容 谢谢大家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光杰叶副总谢俊涛 那今天很高兴 大家来到这边 跟我们共同参与 Kinko 环保 环境友好车的一个活动 那首先呢 我先跟各位分享 几个重要的讯息 就在本周 意大利里兰车长的情绪 那Kinko Ionis Ionis官用电动车呢 正式的宣布 全面布局欧洲市场 那我们会在2023的年底 全面进军欧洲 应发锐意 大概有12个国家 那第二个信息呢 是我们在米兰车长的当天 也正式宣布 我们跟素有摩托车的艺术品 之 号称的一个MV Upstart的一个品牌 做一个战略合作 那 我们推出 MV Upstart的经典车身设计 它导入我们Ionis的系统 跟Kinko的造车工艺 的一个全新概念电动车 Ampelion 再次将我们Ionis官的电动车 推向国际舞台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11月Ionis这边的一个销售数字 到目前为止是207台 目前占居市场第二 那2022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总销售数字是3774台 那这个是为了要 我们也感谢各位Ionis的车主 对我们的支持 因此我们推出 今天环境友好车的一个双机轴的一个优惠 首先是我们的I1 Air 那I1 Air的一个特色呢 在我们在17号 全面布局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特别的一个 对消费者特好友好的设计 第一个是多彩的LED仪表 前置收纳空间的一个加大 然后平坦舒适的脚踏板空间 重要的是73.8公分的一个低座高设计 然后还有我们的安静低噪音的动力设计 还有我们全包覆系的前面板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省力驻车奖 这个是让我们娇小的女性车主 能够轻松的驾驭与停车 那针对I1 Air我们的一个优惠活动 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原建议 售价是49,800 那在扣除太旧换系的补租之后 可以用25,000元的一个最低度手架 就轻松可以骑回家 那同时购车我们会在赠送12个月的免费 给骑到宝的一个优惠 这个优惠我们会到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那第二个机种呢是我们的I1都会版 那I1都会版 承袭我们I1系列一直以来的时尚外形 深受我们的IONX车主的一个喜爱 那我们的几个特色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倒车还有421的中控所 还有大型的一个支付空间 还有以我们的省力助脚架 那针对I1都会版我们的优惠呢 就是我们深播好评的一个333专案 我们将会感恩优惠 持续延续到我们的今年年底12月的31号 那听口友好车 环境友好车 年终回馈 全面感谢 光阳环保油电系列 骑下跑回来 GT125太旧最低价42200 Light125太旧最高优惠1万9000元 IONIX光阳电动车 白台最低价333 3300元 I1Air25000 绿排最低价 另外赠送免费 骑大保一年 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 谢副总 也谢谢我们的谢经理 两位呢都带来了现意满满的环保牛好车的一个方案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只TBC呢 只要在晚上就会做国法 所以呢 现在呢 搶先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TBC首播 天口环境友好车 新环保机车感谢有底 GME125太旧最低42200 Light125最高优惠1万9000元 IONIX光阳电动车欢迎来电 绿排I1Air225 免费7大保 白台I13300 天口环境友好车 有你真好 天口 天口环境友好车 新环保机车感谢有你 GME125太旧最低42200 Light125最高优惠1万9000元 IONIX光阳电动车欢迎来电 绿排I1Air225 不免费7大保 白台I13300 KIMCO环境友好车 有你真好 KIMCO KIMCO环境友好日光阳环境友好车 从今天11月11日正式开始了 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那緊接著下來呢 我們待會會有一個Photop的時間 Photop的時間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做電子媒體聯訪的部分 聯訪結束之後我們後面呢 也有一些很不錯的一個媒體拍照區的部分 請大家待會可以到後方來進行拍攝 最後我們在前方的部分呢 我們兩位長官呢 待會兒也會在這邊跟大家聊一聊 那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跟兩位長官來做一個互動訪談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歡迎我們兩位長官一起上台 來我們來做一個拍照